我們現在桌上有一個硬幣對不對 還有一個10塊錢給鏡頭看一下 我要做一個魔術呢 把它變得消失不見 把它變不見 我們這個硬幣放著嘛 我這裡有一杯水 這杯子裡面裝的是水 那為了證明呢 我對它沒有動手腳 我要把它給封住 這是紙 好 蓋起來 把它給封住喔 用橡皮筋綁好 那個杯子被紙封住了 終於蓋好了 沒錯 蓋住了 不要亂動 好 然後接下來大家看到 這是我的魔術小金晶 小金晶 魔術小金晶 加油 蓋住10塊錢 好 來 現在請小胖對她吹一口氣 沒力 要有力 這個應該可以了 好 確定這顆不見了 大家看著囉 好 一 二 三 四塊錢咧 這邊也沒有喔 這邊確定沒有喔 等一下 這真的沒有 七塊 等一下 我要看這是不是兩層 對不起 我虐待你一下 真的沒有耶 真的沒有 而且這樣看真的沒有錢不見了耶 好 不要緊張 為了不要浪費錢 真的嗎 老師妳可以變多一點嗎 我們想去自信運 三十 妳跟一塊塊錢 對 妳跟一塊塊錢類的 這個我以後再練練 所以是只能變十塊回來就對了 對… 好 OK 來 好 同樣我要靠這一條魔術小金金 來 來 請小胖再吹一口氣 好 真的喔 看著囉 一塊錢又跑出來了 然後水也塞在這邊 可是為什麼水蓋在上面 剛剛這十塊錢就不見了耶 對 看不到耶 而且看不到耶 我們這次就是用到科學的原理 為什麼十塊明明都在這裡啊 十塊錢就在這邊對不對 對 看著囉 真的 真的 不錯啊 看不到 像沒有錢耶 別人要在下面 杯水也是 我好想把它倒掉水看看喔 為什麼 是裝了水看不到的關係嗎 所以老師 其剛承諾到尾十塊都在樓下 沒有在下面 只是因為水蓋上去 我們就看不到十塊錢 對啊 可是杯子是透明的 水也是透明的 所以說這是一種障眼法囉 接下來呢 為什麼我要把它蓋住呢 我現在把它打開來看看 因為從上面看 如果這樣呢 這樣就看得見了耶 這邊走 來 怎麼樣 對 所以 剛剛蓋起來所以看不見 對 好簡單喔 好色分喔 原來就這樣子而已喔 我覺得 老師 是被子嗎 天啊 怎麼會這樣啊 現在杯底已經壓住了一枚硬幣 可是從四周看 完全看不出來耶 你一定要從正上方 也就是杯口的地方 這樣往下看 才能看到它的存在 這究竟是什麼原理呢 我們知道啊 平常光在空中行進的時候 是直線往前進的對不對 沒錯 是 可是呢 當光在從空氣進入水裡的時候 因為它在光裡面走的速率 比在水裡面走的速率要快 嗯 所以呢它在這個 你看喔 光在照進來的時候 嗯 它本來應該往這個方向繼續走 對 它就會變成這個方向 就叫做折射 有有有 其實用一根筷子最清楚對不對 對 好你看它其實像這樣子對不對 一個鉛筆啊 其實下去啊 應該是整個斜斜的 可是因為精油這樣子 所以你就看到有沒有 它斷掉了 它斷掉了 對 剛才啊 我們是從側面看進來的對不對 是 我們在看進來的時候呢 它遇到這個水 它就會 它本來應該要走這邊 它就會變得彎彎的 然後到了這裡呢 它就應該要更彎一點 它應該要往這邊更彎 但是因為角度的關係 它已經接近這個平面 沒辦法更彎了 所以呢 就產生一個全反射 它跑出去了 是喔 像鏡子一樣 對 像鏡子一樣 是一個反射 對 這樣是完全弄不到 原來如此 這可以騙小孩啊 所以老師我懂 妳剛開始啊 感覺像是說 譬如說我沒有作弊 所以呢 我把這個紙蓋在上面 其實是要避免我們直接從上面看 對不對 沒錯 不過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玩法喔 你看現在它會形成全反射 是因為下面 它在杯子和10塊錢中間 還有一點點的空氣 對 這一點空氣 造成它們有一個全反射 現在啊 我們來 把一點點的水 倒在這個 10塊錢的錢壁上面 好 好 加水以後啊 我們把10塊錢 往中間移就好啦 這樣子 就讓它水 水在10塊錢 跟我們的杯子底的中間 讓它不要有空氣在裡頭就對了 對 好 然後我們再蓋一次看看喔 看到了 有趣的事情又來囉 只要在杯底和硬幣之間 加點水後再壓上去 妳看看 即使從側面看 也能看到硬幣赤裸裸地 呈現在杯底囉 妳能猜得到 這是什麼原因嗎 有了水以後 它就不會反射了 光線就會透過來 所以我們就看得到它了 裝了水就可以透過去了 對 因為我們會有這些折射或全反射 是因為不同的 它透過不同的材質 光在不同的材質裡面走 所以我們材質換了以後 它這個光走的路徑就會不一樣 可是它還是有透過這個玻璃杯 下面還是有玻璃的材質 玻璃杯也是有 但是影響沒有那麼大 因為玻璃杯和水的那個 折射率是相近 那因為水跟玻璃兩個比較接近 所以騙人說 如果是水加玻璃跟水 這樣折射還是看得清楚 對 比水 玻璃 空氣這樣看得清楚 由於光在空氣中 和在水中的折射率不同 因此像左塗杯底只有空氣 光線到杯底就會產生全反射 讓你完全看不到硬幣的影像 但是如果加了水 在性質相近的狀態下 就能順利的看穿下去喔